那我叫你炭轻松给你过去 目的就一个 那我怎么能为了这个老板自己搞垮吧 你这个米饭就是你的全部米饭 对 就是我的全部米饭 我们就这么一点点 放下一切能过来吗 反正来减肥了 你在学校里面 如果就是说长相不行的话 人家也会看不起你 太热了 第一名二十秒 快一点 快一点 你好 长叔呀 然后今年是14岁 就是来减肥达山夏令营这边 就是为了就是纯粹减肥 然后休学 刚来这里的时候就是216 然后现在是一个月过去了吧 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是 就是192点多一点 我们是一场场场方形成员 它是由于一柄的中国大小伙传统多的股献 叫做《Biggest Loser》 根据《hit tv》所 公司始建了十年 现在整个地域都在中国大约 这种检式在年龄中 但在冬天, 人们在学校内可以排出 现在,它就管了200孩子 女生可能会受到自身体重的7% 男生可能会受到8% 这是最低的一个保障 我们一般按照28天这样来算的 是17800这样的 孩子们在这边接受非常厉害的计划 而写上的文字用来创造他们 厚和清晰 早上起来 然后在7点钟 留下称重 96点 9点6点 对 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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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准备的肉丝 一盐 一盐 这碗盐 饮料是由于限量的食物 而控制的食物 一切是最大的质量 这快吃腻了,吃吐了都 你们每天早餐一样吗 不一样的,有时候可能会吃三明治 有时候可能会吃饺子吧 我觉得每天都是看那个体重套 然后满满的希望和那个练乳 就是想的是可以剪一点 对,我妈也在 我妈的成人 AFTER BREADFAST, IT'S TIME TO WORKOUT 聊聊感受 很累但是很舒服 明明那么一大勺子 怎么到这里就这么一点了 今天又是胡椒粉汤 你看这个菜 它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呢 它每次咬 就是咬这么一点点 就这么屁一点 它那个手 它那个手从来都不会多打一点的 明明是这么清淡的东西 它就是不多打一点 中午的时间 我们作为食肉动物 你看这个肉 一碗菜里面 就这么一点 第二点 没了 一碗里面就找不到第三点 你这个米饭就是你的全部米饭 对 就是我的全部米饭 我们就这么一点点没夹 After lunch the kids get a break 你第一天到这儿的感受 你还记得吗 能不能描述 就是那一天来的时候 紧接着那一周 大腿就是抬不起来 非常地痛 然后当时来的时候 这边也是人很多 然后就是 对陌生的环境 就是不太习惯 每天就是晚上睡不着 在沉思 就是在想 明天怎么办呢 明天怎么办呢 就是当时都是习惯了以后 就还好 觉得一切都是 还好 China's obesity rates has been on the rise especially among younger people A survey found that 1 in 5 children age between 6 and 17 is either overweight or obese Kids here want to lose weight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But that's often not the main reason Being bullied is 三年级的那段时间 就是我们班里面 就是当时就是做了一个 狼尾炎手术 然后在医院躺了三个月 就体重狂增的那种 然后就回到学校里面 就是当时都是小孩子嘛 就各种奇外号啊 然后就排斥我 就孤立我嘛 然后老师也就是坐而不见 就是那种感觉看不见的那样 到后期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就开始就是 就读我 我们班里有些男生 他们就在小厢里面 拿那个石头丢我 然后有一次严重的时候 就是脑袋被砸了一个洞出来 就是额头遮涮面 这边有个凹进去的洞 就是被那个砸的 然后留着血回家 然后我爸妈他们那边的态度就是 就是怪我嘛 从小都是怪我 就是你不去惹别人 别人怎么会来惹你啊 就觉得没有感受到一点爱 舒雅 transferred school three times to avoid bullies she eventually decided to take a break and join this camp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根本就是改变了 你在学校里面就是说 一般的经济不行的话 就是别人就是真的就是也会 就是私底下就是看不起你这样子的 如果就是说长相不行的话 你也会看不起你 我最想的其中是一百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 一百的话有点 不是跟别人有点攀比性的那种吗 就是也想就是说 比正常的女生瘦一点 那是更好一点的 那么这个小孩他可能就可以 平时会以大量的电子产品为生 父母给予的陪伴会比较少一点 那么他运动方面就会减少 另外一方面家长会给予大量的物质上的支持 来弥补自己的这方面可能有一些愧疚啊 这一类的 那么他可能就善入增多呀 吃的也比较多 The kids get to use their smartphones for one hour every night Suya usually calls her family 喂 开心一点吧 开心不起来啊 哎呦 如果有点累了 我们想一点好的东西 你告诉我有什么好的东西给我想 你告诉我吧 我说我最近很难受 他一直说什么我自己想太多 就是我想太多 没有啊 咱俩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掉了 你觉得你可能是不是想 就是你们自己太 太那个分建思想了 就是你们没有来出来看过 人家心理医生讲话怎么讲 那我叫你看清楚你 你过去目的就一个 那我现在不想要这个目的了 我现在没有心情要这个目的了 你知道没有目的目的没有心情了 那能不能这样啊 你不能自己啊 你以为这个事情都是小孩子过家 你今天讲的你就做这个目的 不想一定事情没有出来没有坚持的 那你要怎么行呢 那我怎么能为了这个老板自己搞垮吧 你怎么就一定要 一定要为了一个目的呢 那我心里怎么把我心里扭曲都不管是吧 就为了这个目的是吧 真的是没办法 你这样的而已 那你那你 比如说做一件事情就两天 有的小朋友他是其实特别想待在这里 不想离开的 可能他在学校受到部分小伙伴 嘲笑也好啊 冷嘲热讽也好 但是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 然后每周日的话会有一个音乐大会 我们会汇报一下大家这一周的减重成绩 夜观里本周实际减重1.3百分比 2.75来掌声 寻言 韩淑洋 本周实际减重 不开始 本周实际减重 -0.4 -0.4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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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通过减肥能让你变得更快乐 或者更开心 或者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吗 可以的 毕竟一方面是我自己觉得物观这方面还是挺正的 然后瘦下来以后就说不定外貌怎么会改变 然后人就会就是说基本上就可以看得下去了嘛 然后身体也改变了嘛 就是说他们不会再因为我这些点来嘲笑我怎么怎么样 同时少这些流言蜚语的话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那么大压力 同时就是各种方面都会轻松很多 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有这个号码 我等到我家里人都说我比之前好看了一点 所以我就是比之前胖的时候自信一点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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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